大家好 今天的主题仍然是围绕在二进位的整数 我们要讲讲电脑的逻辑运算 以及在游戏中能怎么拿来使用 在上次讲位元一位大把的影片中 我们谈到二进位整数是由1和0两个字母所组成的 而且在电脑里组成整数的最小组合就是八个位元 我们称为一个位元组 这个位元组能拼做出228次方 也就是256种不同的数字组合 上期影片的最后示范了如何从一个代表颜色的整数中 抽出中间那一段代表绿色的位元组 我们把绿色抽出来的步骤是 先把绿色以外的位元给绿掉归0 然后再把位元整个向右移动 其中过滤位元的这一段就包含在今天要讲的主题 二进位的逻辑运算 电脑最底层的运作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个是资料搬运 就像上期影片讲的位元一位大法 就是一种资料搬运 另一个就是今天要讲的二元逻辑运算 不过大家不要把逻辑这两个字看得太认真 电脑不是真的懂什么逻辑 而是我们把电脑能做的事赋予它带有逻辑意义的名字 我们知道电脑只看得懂0和1 它最重要的两个器官是记忆体和CPU 记忆体存放由1与0组成的资料 然后CPU可以读取这些资料 改变这些资料再把资料放回记忆体 其中改变资料的方法靠的就是逻辑运算 这个逻辑运算的单位在电脑里称为一个逻辑夹 逻辑夹是由几种电晶体搭配组合而成的 资料进入逻辑夹之后会依规律输出结果 改变电晶体组合的方式 输出结果的规律就会改变 比如有种电晶体组合成的逻辑夹 可以让一个资料进来 然后在通过的时候让1变成0 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让进来的0变成1再出去 我们把这种逻辑夹取名为NUT 因为它有这个让资料变相反的特性 那么这个逻辑夹就有了一个可以被我们运用的逻辑了 是吧 CPU里还有另一种逻辑夹 可以让两个bit的资料进门 如果其中一个bit是0 出去的资料就会是0 只有进来的两个bit都是1 那么出去的资料才会是1 其他三种状况下的输出都会是0 我们把这种逻辑夹取名为AND 因为它的特性就是第一个bit必须是1 并且第二个bit也是1 这样出来的资料才会是1 AND翻成中文就是并且的意思 同学们可能也想到的另一种和AND很像但相反的逻辑夹 就是只要其中一个进来的bit是1 就会输出1的逻辑夹 只有两个进来的bit都是0才会输出0 其他的三种输入组合都会让这个逻辑夹输出1 这种逻辑夹叫做OR OR翻成中文就是或的意思 表示只要第一个bit或第二个bit是1 那么就会输出1的意思 很合逻辑吧 逻辑夹其实还有很多种 除了前面讲的三种 我们今天再介绍一种就好了 这种逻辑夹的名字比较奇怪 它叫XOR 全名是ExclusiveOR 意思是剔除AND的OR 它有一种异性相吸同性相斥的感觉 若是两个进门的bit不一样 一个是1一个是0 那出来的资料会是1 只有两个bit不一样就会输出1 那如果两个进门的bit都是1 那出来的资料会是0 同样的 两个bit都是0也会输出0 这个逻辑夹很有用 可以用来判断两个资料是相同还是相反 刚刚讲的这些逻辑夹 也是可以用在一个位员组上的哦 比如我们把这个位员组进行NAT运算 那么位员组内的八个位员 会分别进入NAT逻辑夹进行反转 得到一个全反转的位员组 那同样的道理 把这两个位员进行N的运算的话 这八对位员会分别进入N的逻辑夹 每一对位员都会进行N的运算 最后得到一个新的位员组 好了 现在我们有了这些逻辑夹 但这有什么用呢 除了上期影片所展示的颜色抽出数之外 我们制作游戏时使用的物理引擎里 也常使用逻辑夹来实作位员的遮罩 比如这款小哈年轻时写的小游戏 这有点类似愤怒鸟的玩法 你要把各种乌龟丢到卡车上 击倒卡车上的汉堡女孩 你看关卡里是不是有很多物体要互相碰撞 但是像这个长木块 虽然它也会和卡车上的东西撞来撞去 但是当它落在柏油路上以后 我们希望它继续和路面碰撞 但是又不想它回头影响卡车上的其他物件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一个二进位的整数 作为每个物件的碰撞遮罩 来判断两个物体之间是不是要碰撞 比如这里我们会给每个物件两个位员的资料 去给碰撞行为做分组 当然啦 电脑里一个基本的整数单位是八个位员 至少可以分八个群组 不过我们这里简化一下 只拿我们需要的两个位员来说明 右边的位员我们分给关卡重要物件的碰撞组 像是丢出去的乌龟 木条 女孩 卡车 路面等 在这个位员都设定成一 左边的位员则分给那些不影响关卡进行的装饰组 也就是那些只会在路面上弹跳的物件 由于路面和两种状况的物件都需要做碰撞 路面的左位员也要设定成一 在游戏进行的时候 如果我们要检查两个物件需不需要有碰撞行为 比如乌龟和木条这两个物件 我们只要把他们的遮罩拿来做end运算 如果运算的结果不是零 就代表他们之间需要有碰撞 现在看好咯 当木条掉落路面后 我们就要把木条的遮罩改为10 那么乌龟和木条end的结果就会变成零 表示他们不再互相碰撞了 木条无法再影响关卡的重要物件 但是你看路面和木条 他们end的结果仍然不是零 所以木条还是可以继续在马路上弹来弹去 同学们可以自己用笔试算看看 这个方法是不是既有效率又省空间 我们制作游戏的时候 还可以使用逻辑运算来储存一些开关设定 一个八位元的整数就相当于八个开关 每个位元对应一个玩家设定 比如字幕要不要打开 音乐要不要静音 过场动画要不要直接滤过等等 好,那现在难的来了 我们需要至少三个函式来操作这些开关 包括把其中一个bit的开关打开 检查其中一个bit目前是否是开启的状态 以及把其中一个bit的开关关闭 这三个功能 同学们可以自己先想想看 这三个函式要怎么实作 这边同样我们为了方便说明 只取四个位元的整数来示范 前面两个函式比较简单 可能大家稍微认真想一下就能想得到 要把一个bit的开关打开 用的是OR 比如又将1100的中间两个开关打开 就可以把它和0110做OR运算 0110就是中间两个开关打开的遮罩 用它去和其他整数做OR运算 那么整数左右两边的位元不受影响 而中间两个位元 不论原本是开还是关 都会变成打开的状态 检查开关状态的方法也不难 这里要使用的是end 比如我们要检查最右边的位元是否开启 就可以让整数去和001去做end的运算 这样的话整数左侧的三个位元就会被归0 而最右边的位元则原封不动拿下来 运算结果是0 表示最右边的位元是关闭的状态 如果要检查的是最左边的位元 就和1000做end的运算 最左边的位元不变 而右侧的三个位元归0 此时的运算结果不是0 表示最左边的位元是开启的状态 很单纯吧 最后这个关闭开关的方法比较复杂一点 需要用到not以及end这两个逻辑夹 假设我们现在要把1100这个二进位整数的 中间两个位元开关给关掉 中间两个开关的遮罩是0110 那么我们首先要对这个遮罩做点处理 先把这个0110用not去反转位元 把它变成1001 然后再拿这个1001去和整数做end的运算 这样的话左右两边会原封不动的搬下来 而中间两个位元 不管原本是1还是0 都会被end的逻辑夹关掉变成0 有了这三个函式 我们就能充分利用二进位整数的特性 高效又节能的应用在各种游戏机制里 刚刚我们在说明的时候只用了四个位元 但其实一般城市执行的环境 整数变数是有32个位元的 如果你懂得利用位元的特性 那常常一个变数可以当32个来使用 简直就帅到掉渣了是吧 好了 同学们会不会很好奇 既然电脑只会搬运 以及进行位元的逻辑运算 那它是怎么把两个数字加加减减 甚至进行惩罚的呢 这些就留待下期影片再来讨论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